口香糖可谓是最受欢迎的糖果之一了 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 无疑不被他所吸引 而今天老外就突发奇想 想要把口香糖放进油锅中炸 看看会不会变成棉花糖 话说上一回 奇葩老外就把一个大西瓜丢进油锅炸 本以为味道会更加香甜 谁知炸着炸着 锅中顿时炸裂开来 再看西瓜也被炸焦了 挑起一块尝尝 真是难吃的怀疑人生啊 和老外饼着不抛弃不放弃的原则 又再次开始了实验 这不 拿出一大堆泡泡糖就拆开放入锅中 还特意叫上小伙伴一起帮忙 这一边拆一边吃 日子过得简直不要太舒适啊 一会儿功夫 泡泡糖就全部拆装完毕了 于是老外立马开始生火 接着就将泡泡糖全丢了进去 浓烟滚滚 油锅中也不断的沸腾了起来 看这阵势做棉花糖有望了 谁知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不仅没有做成棉花糖 还直接成了一锅黑乎乎的粘液 看起来不忍实事 这下可好 一口锅又白白糟蹋了 想命老外又要爱媳妇骂了吧 唉 还真是不作不死啊 好了 视频最后 我们来玩个小游戏吧 在评论区